台湾的海洋向前行 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海洋之窗 台湾的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一位海洋读博士 海洋大学的黄登福黄教授 他刚才跟我们谈到了河豚读 滔滔不绝 不过我们把他打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知道他刚才提到的 罗贝类也是有毒的 我们常常吃这个 螃蟹也是有毒的 那这些事情要怎么去分辨有毒和没毒呢 我们请我们的黄教授继续为我们说分明 我们就继续在谈这些海洋生物有毒的 这些种类跟毒素 然后因为已经提到了螃蟹 也提到了吸食蛇被的麻痹性被毒 然后当然河豚读的部分还有很多 我想还有两节时间应该我会稍微再提到 希望能够各位都了解一点 刚才提到的罗泪 台湾的罗泪都有毒 事实上不仅台湾的罗泪 大陆的罗泪都有毒 大陆的中国人也爱吃罗泪 所以也死掉很多人 中毒了几十年 从文化大国民到现在他们开放 最后才找我过去跟他们交流 事后才帮他们解决 知道是河豚毒 原来他们以为都是麻痹性被毒 现在他们的中毒也在降低中 同样是华蕾 但是这个事件在两岸一再的还在发生 然后罗泪 此后台湾跟大陆 我做了相当详细之外 另外我也做了去越南跟菲律宾 大陆日边有我教授 他们那边也在做 他因为看我在台湾出来很丰富 而且罗泪 除了刚才提到 除了河豚毒之外 还有我还发现的 还有另外一个毒 当时也吓一跳 从来也没有人报导 罗泪还有其他的毒 所以后来再一找 后来发现 罗泪 台湾的罗泪 也有少量的麻痹性被毒 刚才应对的 台湾的麻痹被毒 为什么发生 台湾麻痹被毒 各位了解 民国七十五年 高雄死掉两个人 一百多年 到医院去 那个是 刚好是喜庆 然后西施舌被 刚好冬天大捞起来 我们的重要的养殖变类 一斤那时候也要一百多块 现在大概要两三百块 当时捕捞起来 大家吃得很高兴 但是还好 真的 我说上帝在疼爱我们台湾 第一个 我了解了 这样污染 台湾到现在还安然度过 大家以为我对污染还是很重视 事后我也参与必雕鱼事件的解决 事实上我还在做 然后另外呢 也了解到 事实上是 这个污染 在台湾 为什么 上帝说 疼爱我们台湾 因为 我们台湾 真的是 台湾很多 大家很讨厌台湾 不过也很爱台湾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台湾来 就把台湾的污染 大清洗一次 把污染全部放置于大洋中 所以 讲不好听的 台湾是 太平洋的 污染的大英雄 但是 因为台湾的关系 把我们台湾的环境 还给我们台湾人 好好 可以够入职 这一点 我们是要深思的 然后我刚才讲的 蒙培鲁 这个也是污染来的 那只要是工业化 我们的 藻 环境 海洋 水域 被污染了 被污染以后 营养源太丰富 有毒的藻类 出来了 以前的正常藻类 被消灭掉了 然后 这些毒的藻类 大量繁殖 我们这个 吸食蛇被 养在水时 没有东西吃 没有其他藻类吃 他又不怕这个毒 他又不怕这个毒藻 其他的鱼类 碰到这个毒藻 死翘翘 当然 水池有虾 当然死掉 养殖鱼 当然要死掉 当然你会讲 那还有文革呢 告诉各位 文革 也怕台湾的 这一个有毒的藻类 台湾这个有毒的藻类 可以说 全世界最毒的藻类 因为 我做过文革 碰到这个毒藻 他根本不敢张开 当毒量 这个毒藻的量很大的时候 长很多的时候 这个文革 他是避着 宁愿死掉 他也不敢张开的 因为他张开 要死掉 然后 所以 文革 在台湾 是不会被毒化的 因为台湾的毒藻太毒了 当然 各位会听到 或看到 国外的文革牡蠟 会被毒化 台湾的文革牡蠟 不会被毒化 因为台湾 会发生的这个毒藻 太毒的 牡蠟文革 会被毒死 不会被毒化 西施舌 他不怕这个毒藻 不怕这个毒 他大量丸子 他刚好 可以吃它 在瞬间 两三天 他就可以把剂量 累积到很高 然后 我刚才提到的 上帝疼爱台湾 因为这个西施舌备 在被毒化的时候 每一个贝类西施舌备 他的毒量 当时我做的结果 一颗小小的贝类 可以毒死八个人 但是 台湾当时才死掉两个人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 真的是 上帝疼爱台湾 为什么死那么少 几乎可以说 咬到的人 大概都要死掉 我可以讲的 因为这个西施舌备 他躲在杀鱼 生杀里面 十几公分 他捞起来的时候 全身都是杀 不能吃 所以 他必须把他吐杀 这个毒 他是水龙性的 当在吐杀的时候 有大半的毒 都被流失掉了 包括河吞毒也一样 罗雷刚才讲到 罗雷也有毒 我们在 这个毒 捞上来的时候 他很毒 台湾的 鱼饭 把它捞起来 卖给水 卖给我们的 海产店 海产店捞来以后 把它放在水池馆 那个水箱里面 养了有高级鱼类 还有龙虾 螃蟹 养在一起 这些罗雷小小的 他平时 他也 这些有毒的罗雷很好玩 他会把肉 伸到外面 形象 一个 一团棉花 小罗雷会变成 十几倍的 一团棉花肉出来 看得很好看 你会想吃它 但是 你捞起来 一直一吃 可能会死掉人 然后 所以呢 要吃罗雷 要什么时候吃的 要看这个罗雷 他在水箱里面 肉不敢生出来 没有像 血花那样子 他抖在贝壳里面 代表他 什么 他没有毒 他不会把毒放出来 然后 他有毒的时候 他放出来 那龙虾 其他高级鱼类 会被毒死了 我们的海产店老板不知道 所以呢 高雄 屏东 那边的海产店的老板 一定把水箱弄很大 把水量 用 用很多 让他扭 因为 他如果 不让他 水箱不大 水流不及 他就 这个毒素的水量一高 这些高级鱼类 龙虾就要死掉 这个鱼死掉 架子就没有了 事实上 炎凶就是小小一粒的 罗雷在那里 然后 这个是 现在大概 已经 比较少了 毒量也一来一低了 所以呢 这个现象在发生也少 然后西施舍贝 也就是 因为这样子 把毒 吸气很高 刚才他杀很多 他吐杀 所以呢 他毒量流失掉 再来 西施舍贝 他水分很高 通常要 只来吃是炒 一炒 这个毒液也会 滋液也会 流失大半 所以 当上周的时候 西施舍贝上周的时候 有毒的西施舍贝上周的时候 他人 毒量大概已经降到 大概四分之一以下了 因此 毒量 吃下去 通常是让你中毒 大概也还死不掉 因此 我说 西施舍贝的中毒 在台湾发生 在国外 大概都要死掉 但是在国内 因为这个贝列的透湿 习限 让台湾人死掉的 仅仅是 只有两个人 已经是非常侥幸了 当然 事后也都发生过 因为政府已经知道 移民也知道了 当这个 藻类 大量繁殖的时候 这个水池会变 钻红色 所以 通常在移民 养殖都知道了 当水池变成钻红色的时候 代表这个水池 可能有毒藻出现 所以 毒藻 他就要试贝列 有没有毒 或者要上来 捞上市的这个贝列 他会先去拿 喂 鸡 或者是 小动物吃 都会死掉 通常也不捞了 然后 只要这个贝列 你也不要让政府早期 是把它混毁掉 很可惜 一个 这个贝列捞起来 那个毒很高级的 一毫克大概可以卖 台币一、两万块 所以 那个是暴库 但是 不要故意让它发生 因为发生的时候 会让你死掉 然后死掉 你只要把这个贝列捞起来 让它不要躲在沙里面 只要暴露 在有太阳照射的这个水中 一、两个月 或最多 我猜想一个月 它毒就会消失掉了 也可以安全的上市 再卖给大家吃 但是事实上 这个贝列很毁满 非常好 没有毒蛋 所以 被毒在台湾 可以解决了 然后 在台湾的沿海 大家会担心贝列有没有毒 告诉各位 没有 可以完全没有毒 因为这个枣列在沿海 不会 不会活 它只有在半咸水才会活 所以在养殖池才会活 然后 刚才提到 只有西蛇被 才会 有机会 西蛇被 一定是在冬天 因为这个枣列 要在寒冷的水 才可以 然后 然后 我们在台湾 这种低温 不容易发生 通常要寒流 来 一个礼拜以上 而且 要入戏的来 所以 它入戏超过一个礼拜 寒流 通常是在12月到3月之间 你要吃西蛇被 要稍微小心 一样 比照猴吞毒 放一小口在嘴巴咬看看 或放给动物吃看看 没有毒 才可以尝试的 要不然 会出问题的 然后 然后 刚才提到 台湾的沿岸的变类 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毒爪 一到海 就死掉了 因为它碰到岩混 它长不好 所以台湾沿岸的 没有问题 然后台湾的红爪 也不会在沿岸发生 因为台湾的水流太急 等下毒爪一发生 马上就 当天晚上 从南部发生 到早上 就到 就从北台湾出去了 所以 台湾沿岸的变类 是很安全的 然后 讲到螃蟹 刚才有毒 台湾的螃蟹 什么有毒 台湾的螃蟹 在 三胡椒的螃蟹 可能有毒 然后螃蟹 一样的 通常 这些螃蟹 都长得非常漂亮 有它的特殊 看它有毒 没有毒 第一个 通常螃蟹碰到脸 你走到旁边 它就赶快逃掉了 又毒的螃蟹 不怕 你走到旁边 它很高兴跟你摇摇手 要不要来打架一下 你还想跟它斗 你再看看它的熬角 它的熬角 第一个熬角 如果很黑 黑到第二个熬角上 那你不要跟它玩 它很毒的 它的熬角咬到你流血 大概就会让你马上就倒下去了 它的毒量只要在熬角 只要在被壳上 所以 你也不要抓它上来玩 因为抓上来玩 它就从壳里面放出毒室来 你不小心 在没有洗手 去吃东西 大概有哀哉 就要回去报到了 在三乌蟹 抓到有漂亮的生物 千万要小心 除了螃蟹以外 另外像三乌蟹的变虫 一些生物 大概都有毒的 所以 玩归玩 在海边抓到的生物 抓起来玩以后 你要吃东西 一定要洗手 那最好 不要跟它玩 看它生态 看它的习性 就好了 好 在这一节要结束之前 我赶快问 我们的黄教授 一个问题 刚才的贝类 它的毒 是从藻类来的 那螃蟹中的毒 是从哪来的呢 台湾的螃蟹 含有猴吞毒 还有猴吞毒 而只要毒素 是猴吞毒 占了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 是麻油被毒 但是基隆产的 三乌蟹螃蟹 竟然百分之八十 是麻油被毒 百分之二十 是猴吞毒 所以 螃蟹的毒素 是不同的 然后台湾的螃蟹 毒素 不是很强 然后你可以 玩它 可以吃它 但是千万不要超过三只以上 而且在通常 吃珊瑚礁的螃蟹 它不是很大 看起来都是小小的 不要把它拿来吃 实在吃的价值不是很高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黄登福黄毒博士 他把我们本来美好的世界 通通告诉我们后面有隐藏性的危机 但是他还没有讲完 他还要告诉我们有关于热带鱼 水母或者其他东西的毒 听完我们的节目 你有没有觉得食安其实是小case 下一节我们就会告诉你 我们吃的鱼或者水母或者其他的有毒的生物 以及毒如何能够变成我们人类的救星